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今儿我们这菜的菜名叫西湖煎蛋 没错 听了主持人与铁钢师傅的讲解 也许您会犹豫 这西湖煎蛋做起来是不是特别复杂呢 这您大可放心 做法特别简单 而且还经济实惠 如果您家里宴请朋友 拿出这道西湖煎蛋 一定倍儿有面子 那还等什么 赶紧走进今天的天天饮食吧 西湖煎蛋需要准备的主料有鸡蛋 主料有韭菜 肉沫 虾皮 调料有米醋 酱油 白糖等 第一步我们先要把肉沫 还有虾皮处理一下 我没明白 您说西湖煎蛋跟肉有什么关系 这里面就是增加它的一些口感 还有蛋白质 还有盖子 那我给您放点油 好 别放油 放水 放水 对 这个咱们先要处理肉沫 水炒肉沫 温水就下进去了 对 干嘛拿这清水炒的肉 这样这个肉 它是外酥里嫩 这样还少油 没错 而且可以有效地去除它的一部分油脂 因为本身这个猪肉沫就含有油脂 再加油油就多了 对 好 当还有一些水的时候 我们把虾皮放下去 您稍等 您稍等 我又不懂了 这虾皮您不过油就往水里放了 这个虾皮是这样 这个皮的盖子非常多 里面的肉非常少 一般吃不出肉的感觉 对 我们把它加一点水 让它的肉膨胀 这样吃出这个虾皮里面有肉的感觉 有很多朋友不爱吃虾皮 因为虾皮有点腥 对 你看啊 现在随着这个水汽的蒸发 肉的腥味刚才出去了 对 这个虾皮的腥味也出去了 现在呢 是 能闻到虾皮肉的香味 对 慢慢的出香味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铁钢师傅 教您做这个西湖煎蛋的第一个小窍门 这就是在家煸炒这个虾皮和肉末的时候 用的是水 不用油 这个时候呢 肉末呢 已经酥了 您看 肉末里的油分吸出来 本意我们就直接用了这肉末的油 也煸了一下这一小虾皮 没错 嘿 低油少盐 就在细节里呢 西湖煎蛋重点步骤一 用少量的水煸炒肉末和虾皮 这里您需要注意的要点是 用水代替油来煸炒 可以有效去除肉末中的油脂 而虾皮经过水的煸炒肉质膨胀 口感更好 我们炒好了这个虾皮和这个肉末以后 我们开始打鸡蛋 我们要把鸡蛋打反 四只鸡蛋 然后呢 稍微的来一点盐 给它加点底头 然后呢 来一些 加一些醋 这个呢 就是可以促进蛋白质跟钙的吸收 好 大家看 今天第二个要点 就是在蛋液里面加米醋 因为这个米醋里面呢 它呢 也有这个咸味 所以呢 不要加太多 好 我们呢 把这个韭菜啊 给它呢 一开啊 好 接下来要切韭菜了 就 就懒一刀啊 对啊 那么大段呢 这一炸肠啊 这个 没错啊 好 以前我们想韭菜都切寸段 好 我们呢 把锅 点上 这会儿啊 稍微的来一点点油 就是 你要说这煎蛋再不放油 我被疯了 来一点点水 水加多少 倒 再来 好 来 水稍微多一点点 对 啊 用这个温度啊 把这个韭菜先给它腾软 这一招的目的是什么呀 来 让这个韭菜呢 这个叶绿素呢 不过分的外泄 二一个呢 保留出这个韭菜的香气 明白了 就是采用这个方法 把韭菜给弄熟了 对 但是呢 又不像焯的那种 对 如果你要是焯呢 这个叶绿素呢 就过分的释放 大量的都释放到水里去了 没错 哎 韭菜的香气出来了 对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肉末 还有 虾皮 虾皮 放进去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拖出来 韭菜仔也就先处理熟了 对 西湖煎蛋重点步骤二 鸡蛋液中加少许的盐 米醋 将肉末和虾皮倒入 搅拌均匀 锅中放少许的油和水 将韭菜段放进去 腾软之后倒入盘中 前两个步骤中 我们会发现 这道菜的用油量非常少 这种少油的健康理念 贯穿了整道菜品 下面就要进入正式的煎蛋过程了 里面还有不少的要点 咱们仔细往下看 接下来我们就要煎这蛋了 没错 煎蛋的油呢 也比我们平常的那个概念里的煎鸡蛋的 油还要少一点 对 大家看啊 油温几成热下这蛋液 六成热啊 小伙 油温六成热的时候 我们现在下的是混合蛋液 您还记得住我们这蛋液里都有什么吗 对 我这蛋液里还加了盐和加了醋 另外呢 加了刚才拿水炒过的肉馅和虾皮 蛋液下锅以后 均匀的散开 然后呢 把韭菜 这蛋液底层凝固了 表层还是液体 没错 把刚才处理出处里锅的这个韭菜放在蛋液里 对 大家看第二步骤 还有一步骤 剩下的蛋液 这河粉做了成被子给这韭菜干上了 没错 这儿呢 让它的香味呢 能够充分的释放在这个蛋里面 这个呢 我们呢 一定要小火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火大 你底下呢 就容易糊了 焦了 小火呢 让它呢 慢慢的先倒热 表面呢 凝固的时候 再开大火去烘它一下 哦 那我们先用小火先烤了 我估计这可能还得有个三五分钟才能收透了 对 差不多 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利用这两分钟的时间 我们教您小窍门 刚才提到煎蛋吧 哎 教您在家里面 怎么样煎出这蛋 它更好吃 煎鸡蛋更嫩的小窍门 摊鸡蛋大家都会做 但是有什么小妙招 能让摊出的鸡蛋更滑嫩呢 今天 先来给您做个对比 首先我们用最普通的方法来摊的鸡蛋 在碗里打上两个鸡蛋 热锅凉油 将蛋液缓缓倒入锅中 小火慢慢的炒散 当蛋液凝固的时候 即可盛出 您看 已经很嫩了吧 您别急 再试试我们下面一个方法 在鸡蛋液中倒入少许的白酒 一点点就够 然后充分的搅打均匀 同样的方法 当油温三成热的时候 倒入蛋液 慢慢炒散 它的成熟速度 明显比刚才的要慢一些 当蛋液凝固了 好 也盛入盘中 来跟第一盘比较一下 怎么样 是不是更加松软了呢 您别急 我们还有更好的方法 下面就是将蛋液里倒入一些牛奶 用筷子充分搅打 这些经过美白了的鸡蛋液炒出来 会更加嫩滑吗 热锅凉油的时候 将蛋液倒入小火慢慢煸炒 眼看的鸡蛋一点一点的凝固 看炒好的鸡蛋就像火动一样 香软弹滑 三种方法炒出来的鸡蛋 单看都很嫩 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一下 加了白酒和牛奶的鸡蛋 感觉就会更加鲜嫩一些 尤其是放了牛奶的最为明显 怎么样 看了今天的天天气囊 相信您也能炒出这坦坦的嫩嫩的鸡蛋了 您看了吗 这蛋液里面不光可以加醋 还能加牛奶 其实我跟大家说 我们家 我爸就有一绝 他蒸鸡蛋羹里面就加加牛奶 非常的好 蒸出来有轩软 然后有奶香 对 您可以在家里试试 好 先转一转锅 为什么要转锅 能够在锅里面自由的旋转的时候 证明成熟度已经够了 对 不关底了 然后翻的时候 你看 这面的颜色正好 是吧 翻过来以后 要加入什么呢 水 白水啊 对 加多少 炸 盐四边加吗 炸吧 这水都没过蛋了 就要没过 您不会这四股醋鱼的做法了 你看没有 为了保持这个鸡蛋 让它蓬松鲜嫩 一定要用水煮一下 我们先采用煎的手法 翻烧以后又加入了水 这时候就有点闷的这种感觉了 对 您不是说西湖煎蛋吗 西湖还要做一个西湖醋汁 就是 我说西湖醋鱼我吃起来再有汁 这是不是就快出锅了 来 基本上可以了 大家看 当锅中的水基本上靠干了以后 你看 这刚刚喷起来了 没错吧 长颗了 你看 特别明显 刚才这薄薄的一层 这时候的如果我目测的话 至少有将近两公分的高度 对 好 我们给它拖出来 好 我们准备一个手指板 我们先把这个 给它切一下 我们给刚才煎好的蛋 擀一下刀 把方在盘中备用 这样就非常漂亮 好 拌好盘 我们就要做汁了 然后呢 西湖醋鱼我印象里面好酸的那汁 稍微的来一点盐 不到两克 来一些糖 这是一个偏酸的酸甜口 对 糖的量现在有多少克 几个师傅 大概呢五克 五克左右 来 稍微的来一点点香油 调一下颜色 大概这酱油就比较少了 我们家里面小汤匙一汤匙的量 这个呢 我们呢 一定是先勾芡 先勾芡 最后再放醋 这个勾的时候呢 相对的要稠一些 水电粉多 这时候很粘稠了 来 为什么粘稠有道理的 因为咱还没放醋呢 没错 对 这个醋啊 醋的量 看了吗 先勾芡后烹醋啊 大家看啊 拌碗 这拌碗得多少克啊 这个 来 大概呢 大概呢 得二十克左右吧 大家看 加醋后 汤汁明亮 来 醋香十足 关火 关火 这个时候呢 就不能打开了 啊 就这 就这 好 这个时候 大家要注意这个关键点 我们在最后做汁的时候 是先勾芡 当芡汁浓稠以后 后烹醋 怎么样 西湖醋鱼的那个醋香味 飘出来了 好 我们这道西湖煎蛋 就做 这叫艺术品 真是艺术品 精明剔透 明根亮切 而且呢 你从侧面一看 这个鸡蛋是分层的 炒完再说 这道松软鲜的西湖煎蛋 就大功告成了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第一 用少量的水 煸炒肉末和虾皮 第二 鸡蛋液中加少许的盐 抿醋 将肉末和虾皮倒入 搅拌均匀 锅中放少许的油和水 将韭菜段放进去 吞软之后倒入盘中 第三 油温在六成热的时候 下入一半的混合蛋液 底层凝固之后 放入韭菜段 将剩下的蛋液铺在上面 小火煎熟 之后加入清水 直到没破鸡蛋 焖至五分钟左右 水分全部烤干的时候 盛出斩酱 锅中放入水 盐 白糖 酱油 水淀粉和醋 调成西湖醋汁 淋在煎蛋的上面 即可端上餐桌 怎么样 蛋做的太有水准了 它的表层微焦 但里边是松软的 就是后来加水的过程 进去了 然后一点点的小虾皮的鲜味 出来了 但是它不腥 老少学义 师父 我建议电视机身的观众朋友 跟铁钢师傅 把这道菜学会了 因为它的成本很低 加一块 这道菜的成本 不超过八块钱 没法 您在家里面见了课 非常上当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